解不掉 这场依旧要以Poke为做他们的阵型的话 卡斯克就是一个正确的阵型 又是蓝EZ吗 EZ加卡斯克一定要一起拿 水枪又来了 水枪作用就不好 再看一下这一遍WA的针对措施 打一个强突进 强开要出来了 强开了 上单竖金 再一个强 我竖金打那儿 有点难度 而且这一版的竖金已经不是竖金了 现在是小树苗 小树苗 真的没那么强 儿子变成孙子了 所以去把莫甘娜也拿掉 再来一个鼓势莫甘娜 莫甘娜 现在反开的风女最强 最强反开已经没了 莫甘娜反开 其实不是太好 其实不是很好莫甘娜反开 现在我反而觉得纳美 纯石被拿了 纳美也可以 这个不是跟你玩反开的 我是要跟你硬换硬的 我们换后排好了 好怪啊 两个风筹角色 然后搭上一堆的强开 硬上角色 不过这个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完整的 就什么都有 可进可退了 这边说 应该有都有了 而且WG这种拿得太笨重了 就是皇子跟树金两个都是阵地战 落位战很猛 但是一旦被这里秀起来的话 在这边拿了个高机动性 狐狸可以 对提高一下机动性 这个狐狸绝对是有必要的 但是狐狸中路打鱼人 这个个人感觉好像 要沉得住气 我觉得我觉得要沉得住气 中路AP打鱼人都很 你不能先出场 先出场必败 但是如果狐狸打鱼人都 狐狸开 反正我自己用狐狸 我是不太喜欢对面有那个狐狸 因为大招比较容易搞 对 对 你要找他那个 就刚打过去 你要立马解打 因为他那个狐狸大招 有一个短暂的一个CD 对对对 要么你就永远放不中了 永远不会中了 他各种调性 是 那这样的话 其实WA最后一手中路的选择 是提高了一下整体的机动性 感觉还不错 而且是给了整个团队有一把刺刀就扎进去 对 本来这个团战是有点稍微有点笨重 因为因为你们这边已经带了强开的角色 然后你带了一个强开 两个强开事实上是 虽然竖精现在比较没有那么的猛 但是距离也是有点短 但是在接在皇子后面那肯定是没有问题 在强开之后 你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刺杀手段 不然的话强开完以后对方走了 对 一阵尴尬 最后一选 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 这场的BP 没有说哪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 峰会的 因为他们有套路 就要黑一辈子 别这样 WAA对上光奇峰会BO3的第二军 现在正式开战 好 这边位于我们蓝色方的是光奇峰会 而位于紫色方也是我们红色方的角 WAA在上场的比赛当中 光奇峰会也是1比0拿下率先拿下优势 这先下一城呢 对于在一个BO3的比赛里面当然是有相当不错的心理一下的优势 不过这局上来讲的话 看起来并没有打算要打得太凶 两边等级中单跟上一场一模一样互相插眼 然后削了一点点血 双方还是防守阵型吧 垂石这边是一个多兰顿出门 现在已经很少有垂石会多兰顿出门 对 其实挺少的 但前两天城市这八四年还真出现了几场 就国内我感觉就只有诺下一个人 他很喜欢这样 就你看他的平常打招 垂石全是这样出 他不出那个 他永远不出工资装的 那他后面也不会补 他就是就是有钱 掩食五速鞋就去游走了 就是豪门 就是有钱 不需要什么工资装爆的跳钱 这种就是打得很凶的这种垂石 要换线 基本上来说是打算要换血 换线 不是你 就是自己锁 然后换线的必要性 其实下路飞机和垂石 他下路是有优势 上路是有劣势 他可能觉得 保上路比较重要吗 但你换去不会比较好呀 我也觉得换了 就你没有保住上路呀 事实上是 就那样我觉得 就换了不是特别 他跟上一盘 对方的策略是一样的 最反对方上半步 上半步的一个 这边已经被人看到了 被人看到了 对 这个眼睛 换一下 换一下把握住 换线来讲的话 树人 抗压 或者说他支援的能力 要比娜尔稍微好一些 那 是有 他的支援能力是要好一些 固定的控制在那里 而且他支援的时候 又不用看路 哎呀 那儿这时候默默的留下了眼 这被削的好惨 这个是顶端伤海有点痛啊 对 削血 前期还是挺难打的 小鱼 小鱼就是三级打一套 打不了的话就再等六级 又是一下 这两下吃的就没法打了 太亏了 但狐狸就抓他吃冰的那一下 然后拿尖端蹭他 而且他这个Q是很完美的一种 听对 他还不是两段 他就是 就尖端蹭你一下 瞬间来一瞬间两段伤害 一瞬间最大伤害 所以你就 大概就没想法 狐狸拉回来的时候是个真实伤害 这真的是他人的心 现在看一下 螳螂这边是吃完蓝 到自己的野区 小鱼的话还差点冰到三 这边还是得看纳尔的一个发挥 感觉今天的纳尔好像 其实前面的比赛都没出来 有有 前段时间蛮多的 我说今天 今天上早的比赛出了一只 出了一只 说我们赢了 有点忘了 赢了吧 今天纳尔好像没有打出效果 没有打出存在的 这主要都没有堆上线 这个是最气的 你要对线别人 现在莫格纳也八九级了 可能现在他也是上路的线霸 也没有人会傻到跟他对线 对 你给我没有给我撞 莫格纳到现在就有一只啊 所以说 真的是比赛不是路人啊 你路人强的英雄 比赛还是有办法去针对的 并不是说无计可施 绊掉你 最佳减 对 绊掉你 这边下路也是推了过来 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点 估计这场跟上一场应该会差不多 前几分钟 见到一学的可能性可以说是没有 这应该还是跟上去一样吧 而且他们 我觉得拿到树人这种上单的话 已经就证明他们 现在就是 不是特别敢打 就是觉得我拿一个 稳住 我演的 S4的老套路我就跟你打 但是其实树人这个点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用了 打信号 还是想评求一下 这样子 这里怎么打出来的伤害感觉 哦 算了 他是Easy 我想说那个树人抗压 然后 Easy点他不是很痛 哇 哇哦 又是吃满 这鱼人怎么玩 这鱼人 但是鱼人补刀还比 狐狸多一些 狐狸就专心压人了 狐狸花太多心思压血 对 他这波冰比较多 他这波吃完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 那就还可以了 其实 你狐狸背个鱼人 吃冰拉平 其实蛮丢人的 对啊 对 有点惨 因为其实很任何的中路的远程角色打鱼人 比应在前三级都应该压住一些 没错 因为前三级的鱼人实在是太弱 毫无威胁 对 潮汐海力还没有变身 没有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鱼人不是这样 很久很久以前鱼人是带一瓶红药 然后那个天赋点双穿 全部点攻击双穿 然后二级的时候突然就W跟Q上去戳你一套红药点燃 然后你就死 呵呵 不过了好久以前 这有点像当时的中单螳螂啊 对对对 啊 就直接跳过去 红药弄你一下 呼你脸 然后突然就一般AP都死了 对 活下来都带带那种护盾 对对对 发条 对 永远无故开的发条 对 现在这局已经回过一次家了 拉夏现在已经是逼咬的 哦 怎么会在这么怪的地方拦截到一个皇子 啊 入侵 入侵 逼到皇子闪现还不错 这样的话 那将皇子会来塔下跟树青来进行一个 对 而且垂时得来帮了 他现在很怕对方直接做一个四人月塔 狐狸现在由于装备的差距 还是有点的难打 他技能放的是真的很不错 哎呀 狐狸没有土 嗯 他要是 特意的去躲一下的话就中了 就中了对 他就直挺挺的走过去了 这个有时候有些职业选手他是有 有习惯的 有 有想法的 关键是我们看的真的是觉得非常扼腕啊 因为这个埋伏已经计划很久 然后感觉又十分天衣无缝啊 哪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发现这个狐狸的反射弧比较长 哈哈哈哈 将近就近 你只是擦到了我的尾巴 嗯 没有擦到我 这狐狸在那个新的GC里面也是一开始就只有一条尾巴 开大的时候变成纸 这一锅没锅撞 哎 神是 这个蓝ED 这是一个纯种蓝ED 纯种 对 绝对纯种 那出装这个装备就现在很难打 哦 这个很漂亮 直接一个 二连跳跳我来 但是 这一宝 没丢 对 是 现在国内的上单基本上都开始练纳尔了 就在排位里面发现这个英雄非常的长时间 对 你要是做一个资深上单还不会用纳尔的话你就out了 这个装摆是没有摆回来 听说赛恩上单现在也是 哦 是吗 今天欧阵好像还近 赛恩他那个 最近200好像又加强了 对对对 但是我实在是对这个英雄没什么好感 听说今天的那个 那个韩国那边在打的晋级赛啊 还还都进了ban list 就开始禁用他了 那我得 去看一下VOD 哎 我们这两天在也在做solo赛嘛 然后也听到很多国父大手就讲 其实赛恩solo赛也是相当相当强的 角色现在有点不讲道理 就一中直接掉20%的防 啊20%的防怎么玩 然后加上W被动加血 你跟他 浓下去 你跟他互相浓下去 就是哦他血好多 哈哈哈 就他永久加血了 对对对 哇这个皮肤回家的时候 声音真的是 以前还要一中 哦那个小兵 一死才才加血 现在W直接就是被动 直接砍死就加血 我记得莫甘娜的鬼魂新娘皮肤是 庆祝越南开服的 是吗 真的假的 嗯 真的不知道 不是 好像是庆祝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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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巴西式 就是那个 南美洲伺服器的 而且是搭配当地的一个节庆 的关系 他不是节庆 民间传说 当地的一个民间传说 就是那个 鬼魂新娘还是什么来着 对对对 所以莫甘娜皮肤也叫鬼鬼魂新娘 对对对 诶这边黄金 黄金小 小蟑螂又过来了 黄金小蟑螂 我想想叫小苍蝇的 后来发现不对 躲在草丛里面 没有被发现的话 这有反正的机会吗 外面 可是 这两个队还真的是 十分钟不打架 可是谁 谁会想 感觉到 抓一个easy 哎哎哎啊 这个Q的速度 我毕竟不够快 还是来得及反应 还是感觉到了 这番老树出了一个双多蓝啊 他这个节奏有点慢了 嗯 出了一个 这个很拖节奏的 对 因为时光这个道具 其实你出了 就多蓝的意义就不大了 上路纳尔先出了引魔刀 现在纳尔很多的出法都是 出一个近视小冰锤 然后转右 嗯 利用 呃 小冰锤的一个加速配合 他的那个 对 主要你要上路打AP的话 就引魔刀 要是打AD的话 就出小冰锤 甚至说三项 嗯 然后再做后续的肉装 嗯 要出 我觉得是要出一件 攻击装 不管是你魔刀还是 三项 但是过多的攻击装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嗯 再看一下两边的装备情况吧 狐狸现在是一个大暴 那他还是要做明火 是 呃 纳尔上路 还是压的挺胸 马上变红 这会变的话 实际上是比 哎 这个配合失误 我点了个 哎 没点 对 他是一Q下来 但其实这个点灯 了过来反正是有机会的啊 对 点灯了过来 再一Q二段位移 啊 这个沟通失误是比较明显 二段Q又给打中了 感觉这一盘 这个小冰锤的实力接Q啊 嗯 每个Q都能接中 换磁 下路的地方 这个一对真可能没法打 打一套好痛 纳尔感觉也没有压出 真的压出优势 被老鼠 虽然他的装 确实拖鞋 但他撑下来 啊撑下来 在纳尔的疯狂骚扰之下 你看 对 你打呀 嗯 很好 你看真的不会 要死了 要死了 有点痛了 一阵 啊 之后突然发现自己要死 你打我呀 打我呀 要死了 毛哥在前两秒还是挺淡的 对对对 然后突然就 对 不好 挺有意思 这个挥 я要出一个小饭盒 某个一秒变柯南 突然想到你那个炸弹人 炸弹人就有点像炸弹人 炸弹人 这个EK 没活到啦 死 哇 这有点 这皇子大招想吵着头 这一起还不是打架 就是埋子双 对 板上钉钉的 皇子一个大招 框了 有点 勾撞 第二个吉祥马上就要来了 这个大招 这个大招要开出来了 很漂亮 没努力 第二位秒了 直接坐起来 纳尔的话 现在怒气不一定不是很足 但是对方的伤害也不够了 鱼人冲了 鱼人打给了纳尔 这纳尔真的是体积小 没中 两边ADC的一个互换 纳尔根本没人管他 没有啦 纳尔和鱼人是一家的 他那个空大 他本来想要打旁边的皇子 对 但皇子走的 然后纳尔也上去 同时想要打皇子 然后就踩在那个空大小 这就是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看起来好像 好像对了 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 干干净净 干净利多 毫无一丝脱逆带水 的空大 又遭遇了 这直接被莫甘拉Q到 但是后面伤害跟不上来 只有一个卡斯克 看起来就打不出伤害 皇子这EQ也是在被禁锢之后放出来了 感觉选择打小龙 这个龙打不了了 啊对方状态这么好 凭什么打龙啊 过来就打了 要撤 然后还是 纳尔攒一下怒 我们看有没有机会 等EDI到来的时候 这时候要再利用 来慢慢把对方给逼开 只要是阵地战的话 以poke 比较强势的峰会的阵型来讲的话还行 但他破火强 他又进化了一个 呃 那我就不知道 这真的是很非主人的一个 就是 哦 退了两个 踢在墙上直接要秒了 完美combo 老纳尔 这样 这边数人的话也是没有点灯了 选择硬生生的走回去 现在可以大招是不是为时一晚呀 死了 再一个二连跳 大招大招 夸了两个人 这一波鱼人跟纳尔两个人是完美操作 是的 而且刚刚皇子是直接被隔断 没有任何办法 一刻二连只能选择自己走了 真的是他纳尔真的好强 跟纳尔真的是 变大了以后 这操作差距真的很 他控制的极为完美 就他在那个变身的那一刹那 跳过去变身直接连控 就他空手三秒钟 绝对有了 他跳过去推墙上 然后QW 而且他关键已经晕到两个了 对 完美控制 这波控的很漂亮 也确实是证明了自己啊 纳尔确实是 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因为后续的 只能点个塔 反输 而且纳尔还是一个对闪现依赖很高的一个上升 而是没闪现的话 他的combo很难中 你要想一过去再大的话就很低 那你要有闪现的话 他那个combo很华丽 特别帅 这边下路也是推掉了 这已经还不走 现在其实也没啥意义 他可能差点钱 应该看那个德性是在找钱 但是他也很难啊 这个狐狸有明火了 这一套 狐狸想要秒他一套 但是被看见被眼看见 这唐老师的错了 对 这个poker的话就 让人有点 不禁有点疑惑 对 我已经把他给炮出去了 反正他该咋咋地吧 他真是套路选手 就把我们三姐说套路了 不是我们三姐说 别把我俩拉下去好了 就你一个 别这样 搭档吧 人家 总的还是得 报告团 打一刀 后还是有三连击触发起来 有那种小微微的感觉 主要还是那第三下的 那个被动触发的时候 有伤害 对 有点 在此前我觉得伤害就还好 他那个Q其实不怎么吞 就是要配合普攻 然后穿插着他那个被动 对 千万别小看他那个持续伤害 现在EVA是把些魔踪做出来 处理一把小短剑 冰拳还早 那小短剑应该是要走破甲弓 小短剑 多到了 表道了 死了 哎 为什么 自信回头 为什么要回头 自信回头 你哪怕在原地R两下 对 不也死了吗 狐狸三段啊 他这个第二段就回去有点太过自信 这个失误很大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垂直好不容易蹲到这么一个机会 你给我浪费了 最有心里也很 很糟糕的 这一波是真的 再来一波 再没大了 没大招 这波垂直讲我自己亲自下来 垂直说我再也看不下去 不劳烦你们的圣手 你知道吗 这波还抓到了 双方的经济差距 在比赛进到16分钟的时候 又光起工会领跑3000块 经济差3000不算大 在目前的版本 还有这个时间点上来讲的话 是一个团翻过去的事情 就是谁开的好 谁就直接翻掉这3000了 不过EZ这个魔切出的挺早的 算早 迭的应该也可以挺早迭完 他今天就是在等一个兵权就出 双方现在坠入到一种 就是互相拖的一个节奏当中 他们从上一场就这样 他们从一开始就这样 就你拖我 我拖你 比赛进到18分钟 比上场还要拖 几下是稍微多一点的 但是在打起来节奏上面来讲 确实两边都比较不敢做太 该怎么说呢 就太激进的一种攻击 就是很稳很稳的像这样 没有人来 然后小兵到塔我打 但其实双方选的 就这种选的都是拿到了一些强盖场的影响 现在又陷入了僵局 还是堂堂是不是在上场的时候听到米勒说 这个W这个皮肤不好撞 所以这一集伸了Q 他换个皮肤啊 关键这一局我觉得愚人这边 发育也不算特别有威力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也 然后前面一个空大的关系 就是他感觉也没有主动寻求 比方说Gank 埋伏什么的都没有 还不错 现在可以推中塔 中塔是马上要掉的一个情况 可以的 EZ甚至顶下去顶个两下都行 EZ现在有一个耀光在的话 其实平均还蛮痛的 刚才没有手上攒个耀光的威力在这里打 而且这个兵线对于峰会来说比较有利 上路纳尔马上到二塔了 中路完全可以 我看了这个角度 哎呀又是功亏一篑 这个中路完全可以开啊 EZ不好 哎有盾有盾 这稍嫌尴尬了 就闪翻以后闪上去一之后 结果被套盾走掉 理论上原本是一个绝杀啊 这个鱼蹲到了呀 这个又没中 哎还好这个伤害 这个强行封走位 这边糟糕了 小鱼人没有又没死啊 我还是逃了 交一个闪现斜向过墙以后往后一拉 传送位置很不错 又变了又变了 对 左跑右跑还是没躲掉这个Q 哎 这树人来了 已经是为是一晚 这个塔是拿不了的 那儿把二塔肯定要丢了 一口气碾平了一塔 剑指二塔 够够 够够 撤 撤了 不够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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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拜拜 他们又没有还给我休息 go home go home 现在选择回家 他这波打完这个光气风火也是领先了 扩大了一下优势 现在看这个龙能不能偷掉 W现在有一个偷龙的机会 速度够快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的 不过他们好像选择先打蓝的 应该是来不及了 把这AZZ不散 感觉这场狐狸每次想秒人都差一点啊 不知道是运气还是 已经错过了三次机会的状态下的话 我觉得他的发育已经很不妙了 这边战果宝珠看一下 万一再打 他老子抢到吗 抢到了 死就死吧 你先别说真的是 本事 套路 这是套路 原来是套路型的打眼 是的 这个我觉得对W W真的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海蓝这个很烦 狐狸每次秒不掉的人 自己心里也很苦恼 又被抢个龙 现在就是心里各种纠结 各种不顺就感觉 对对对对对 干什么都不顺 你看拉个人 还有一个蓝 还有一个这个子盾 哎呦这个要死 哎呦这个要死 这要死 这个也是够果断 追上了追上了 那直播其实还好 两个人换一个龙 W应该也是心满意 只不可以离开了 怎么回狂闪点往前要 切到来 打开来 哦这个ED现在是 有双装备 然后有一个红 很强这一波 冰权加上 纳尔这个Q 哇这个阵容破坏 这个不够真强 现在要不能打了 变了变了 那这时候随便一拍 太平心很完美 现在鱼人进场 纳尔虽然被瞄 但是一分看 你在输中环境不错 哎呀 螳螂很尴尬 他生的Q真的不敢进 螳螂主要生Q的话 他的前十几 就没什么切入能力了 对他必须等到十一 跳太短 这波 纳尔虽然承受了很大伤害 但是队友实在是跟不上 嗯 这样W打回来一些啊 起码 起码是保住了蓝 不是吗 嗯那好吧 但是经济的话 还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对因为当时 螳螂抢了一个小龙 龙场挺漂亮的 那个这个 这个螳螂 那我们必须得迅速到十一 啊差一个 所以我用螳螂不太喜欢六级升Q啊 就感觉 除非你那种野区遭遇战 对 特别强 对你 除此之外的话 真的是你五为五升Q 你前十阶真的毫无作为 嗯没错 就是野区遭遇一为一的时候 升Q特别强 但是 打这团来真的有点 有点乏力 有点干净 没错 一级的三天炮 二减 一切 魔踪 一个冰拳 现在就看一下小云的中亚 这个又要从小水枪啊 升级为减速泥巴枪 对 现在在很关键的一段时间啊 没错 现在 中亚一定要出出来 还纳尔的蓝盾也是 可以展望一下 应该也快了 对 纳尔的蓝盾 已经组件都差不多了 两件差不多 这两件装备出出来 应该可以团一波了 嗯 哎 看一下这波双方准备怎么打起这场 双方打得比上一场 上一场还要谨慎 我们目前最尴尬的还是WA的狐狸 狐狸到现在呢 就 老早出了冥魂 错过了三个击杀机会 现在还是1-1 没有一个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击杀啊 好像都在 有啊 有印象深刻的击杀失败啊 那好几个 那不是一个 不 就我肯定那个跳下去 又跳上来那个肯定大家现在记住了 是的 哇 不是吧 哎 原有眼 打不了 还是打龙原要上高地 打了 你这 真打这个心思 这顶上来 这样打得太慢了 高地可能要掉啊 这个楼 鱼人守不住的 看起来 鱼人大概只剩一招 就是丢大招清兵 哎 这边以魔刀还没打得出来 完了 哇 高地要掉 大楼换高地 大招清兵有 二十分钟 大楼换 几十分钟都 都不划算 对 这可是高地呢 这个高地塔 去了就不回来了 而且鱼人还没打招 而且鱼人还没打招 想留人能留到 能留到这边看一下 不好说啊 不好说 树人这个位置很完美 皇子一扣下来 再点灯笼回来 一个人没死 对了 卑士开了大招 保护一下队友 闪现 敲醒留你 要变了 变大 变的时间点刚刚好 还不错 闪现EASY点死 不错 这样其实还 还是不是很赚啊 因为你只杀了两个呀 不是很赚 因为你没有办法反折 就倒推回去一路 主要 别人是烈士啊 对 WA现在是烈士 然后居然把你高地给偷了 这 肯定是 划算的 对对对 在后五分钟之内的话 WA都可以利用下楼的兵线去牵扯一下光 诶 这一波有机会反推一下 而且 鱼人的大招也马上好 数人还没活 四个人 看也没有机会 啊 鱼人还在那里啊 那应该没了 那那算了 这一波下来的话 风会是 go easy 啊 不太可能勾到了 这波的追击 在对面的风生能力极强的关键下 王子还想要硬开呢 诶 对面的时间往回跑好喜感啊 你说跑得好快回家了已经 气势汹汹的突然一下 诶 转了一个方向 一般家人卫士都是从全身往外跑 他是还好 往回 往回吧 这个真的是 而且这一般人还做不到 这真的是 有点喜感 而且有点 有点 私相 私相亲切是吧 跟你一样吗 而且他这一盘装备真的是有点差 你看见没有 只有一个小冰心 哈哈哈 小冰心 他跟这个纳尔的装备一对比 差很多 纳尔这边1350 1400 3000块 真的是有差 你看他的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来了我来了 一场误会一场误会 没事没事 一场误会 他的装备经不住几下 对方这什么蓝1Z 螳狼 还有这什么小鱼人那儿 数人其实挺死的挺快的 而且会被无限的减速控制 哇 狐狸第二件装备做了沙漏 直出沙漏 嗯 这沙漏很明火 W感觉要走到死胡同里 稍微尴尬 对 稍微尴尬 他现在输出本来也不太够了 他现在 哎真的很难了 现在 他说沙漏想保全自己 现在问题是狐狸能上 但是飞机半天上不了 因为他这一盘要面对唐狼跟小云两个人 好痛啊 很难上去的 哦 这波 哎呀 哎大招中了没在原地等 没有 还是被W给躲掉了 那这时候可以直接中路 对 大家有传送没关系 基本上这一路应该是有了 哎 黄子在这个位置 啊 你没EQ了 我这推你塔呀 直接干 很明确啊 飞上来 哎 有点着急了 这波 别人在扛塔 又在哪里 很漂亮 飞机的输出完全打出来 要送真了 但是北方一个人没死 而且有大龙buff 有蓝EZ 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战之力的 那打龙 打龙也可以 哇这波那又是立功啊 为什么啊 那下到底怎么拍的 他那个角度很奇怪啊 就是他是侧 就是侧面的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有点让我想到了 那个范巴斯特那个零度角破门 就是就是以前荷兰队一个前方 这个就是那种不太可能的角度 有一个弧线的感觉 弄进去了 也是因为可能高地 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地形 主要我觉得还是那个强的 他的范围优点 设计有点广 那一块强比较厚 而且其实他那个就是 EZ的那个大招 他读出来的感觉就是 他已经确信了这边 纳尔会晕 狐狸在那个位置 所以他直接把大招读条 直接直接刷 这几次combo 纳尔跟队友的配合也是 都非常好 丝丝入扣 对非常相信对方 这个很重要 等一下 这盘纳尔是给我们一些惊喜 不过小云的这个战绩一看 好像他的这盘 也是MVP的一个数值啊 十个人头 九个跟他有关 一次都没死 这些装备也是很豪华 待会要出一个深渊 是 他出深渊 这个鱼人在场上 比较亮的几波 就是对面狐狸没把他杀死 他逃的挺亮的 然后他捡人头也是捡的不少 他人头全是他的感觉 对人头全是他 但是其实他杀人的镜头 在脑海当中 倒没什么问题 还空大了几次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盘峰会已经是胜券在握了 看一下 对 经济差距已经是拉开到了快1万 在比赛经济到28分钟的时候 而且树人真的挺胖的 EZ的 嗯 树人感觉因为现在手的长度不够的关系 在这种徒步追击的过程中 真的是被EZ玩弄于鼓掌之间 没办法 好烦啊 他一回头想W EZ往后撤两步 你又W不到我 对 你要想责我再Q你一下 嗯 你要你要走上来我就Q你 你要走掉我也Q你 对 你反正你干嘛我都Q你 特别烦 这边大龙还一分半就要刷新开W 这边的选择是想推塔 这个选择不错 要被包了 唯唯就招 逼你回来 小鱼人的话还在上路 那这个塔应该是可以拿了 哎 勾到了 想先让那儿是一个机会 输出够不够 有了 变了 还不错 对 此前是把自己的控制输出全部打出来 这时候树人跟黄子两个人 有点差势难逃 不过两个人好像都跑了 对 EZ这个肯定是会追死他的 这个完全是毫无权电 一个1 1到脸上 射死的树人 还是一个1换1 而且状态都很差 再度空大而且被勾 这个时候他还有 有精神有精神 跳上来踩一脚 招闪线 然后他挽精神 队友来了没 队友在哪 队友在何方 哎呀队友还没来 这时候蓝一队不太敢 其实可以上了 可以了 蓝一队 为什么 一脸杀掉 唐狼跳 好的 没有 躲过了 哇 我觉得唐狼跟EZ有点怂说实在 EZ在等 EZ在等 刷了一个大 哎呀没刷到 他们放心 站到走位你看了 有有EQ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说真的我觉得这这一波 唐狼跟EQ 他们有点太稳了吧 太稳了太稳了 他们有点稳 对方全是残选 你们俩无论谁卖一个 另外一个人绝对可以选杀光 没错 但是两个人都不敢 都是保KDA 你先上 弄你先上 不还是你先保 这边话也是很聪明 因为飞机一个占卜珠宝 是看到了EZ的原地 开了个大招 这一波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全坚的机会啊 是 但其实刚刚 莫甘娜在测移用大招式牵制住三人 其实还不错 但是很可惜 把人给往右边逼开了 切掉了阵型 也是给了后面就一点机会 对 给后面螳螂那边机会 主要还是鱼人又空了一个大 可是经济差距 对鱼人的空大真的 为什么 原本是闪现躲了呀 但那个他不交闪现我觉得也大不到 对也不一定大得到 因为我明显感觉那个鱼已经飞了 歪了 对 那飞机也是吓了一跳 先交一个闪现保密 先交马上好够没交 到时候在九拳之下后悔自己没交闪现可就来不及 这样鱼人可以说 哎呦其实他是交闪现的 对我说对我那边主要好交代一些 对双方经营差距也是拉开到一万块 这条大龙很关键啊 这是一个找借口时间是吧 我换了他一个闪现 下一波他没闪打死他 这一波赢定了 下一波赢定了 下一波赢定了 就老脸一猴 换了个闪现 对方AD没闪现 对方AD没闪 然后就会说那你前两个空大的 不是平常打牌位也是这样 我上单如果说死了的话 我就打一个 上没闪 对对方上也没闪 把我给抓死了 就队友不会觉得不亏 就绝口不提自己没插眼这回事 就告诉队友这个还是赚的 对我换对方两个闪现 你要不来的话是你个问题 对啊多转 觉得台北小技巧又透露给大家了 大家学着一点 特别 所以又怪打野了 我们打野不上来 我都已经换他两个两个闪了 那打野不上来怎么玩 准备看一下想抓 他就想切入 但是没什么机会的感觉 对方撤得很快 WA 迅速的往后拉开 而且现在WA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持续输出不够 对 这狐狸打一套虽然能秒到一个前排那儿 但是对于接下来的人 他是有心无力 哎 要推中 这五个人 哎 没兵线啊 你这个假动作做得有点太彻底了吧 把自己都晃晕了 还想去打龙 但是 他不如推中呢 哎 对 这个反而 没什么事啊 这波做得不是特别的好 感觉还不如把中路可以逼一下 有点掩耳道理的意思啊 但是 不太适合正面硬打的队形 莫根纳一个Q并没有能够Q到老树 在老树屁股 剩一毫米的地方消失了 对 应该还是想追追大龙做些事情 但是两个人好像没想到一块去 直接刷我了 但是一直在打红 一直是该把 我放下了 咋都要出生啊 纳尔要变了 在这个位置变 飞机没走 飞机走了 飞机没走 快打完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纳尔牵扯一下 推到三个 漂亮 这波卡住了刚好 你再比两个 哇这个纳尔 树人虽然扛了很多的伤害 但是 谁去打纳尔啊 输出不够 真的是输出不够 真的没有输出 对 哇这场纳尔牵扯得非常的漂亮 主要他刚才那波在上面 把那个路一卡住以后 大龙就成了 大龙成了以后 团战就赢了 就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狐狸不交明火魅惑 大招秒这个纳尔的话 其他人根本打不动他 对 刚刚狐狸是不是在下方吗 就没人管这个纳尔 纳尔是 真的是无压力的 就是找死 那这样的话 中路水晶也要掉了 一勾 没勾中 没勾中的话 水晶就直接在线 下落的地方 冰线对WA有利 但是峰会清完了这一波以后 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 可以决定 你跟我啊 那要变身啊 那要变了 对啊 推你了 我一个人蓝三个 那一个蓝三个 舒晶直接死掉了 而且两边打前排的能力真的不成正 你又成了 要被一波了 连续的两边 云还开金身 并没有死 要一波要一波 等一波兵 这波兵也是过来了 Q到那一下 哇太关键 反来峰会距离自己的LPL的梦想 又走进了一步 是的 在一年的征战之后 打两下就服了 不过这也仅仅是胜部的晋级 一切还有在明天的后续赛事分享 那我们还是 恭喜光旗峰会2比0 拿下这场比赛的成立